F**k you, European Union, Tally Ho, you f**king pricks We are the United Kingdom, you can eat our small dicks 距离第50项条款的出发仅剩一天的时间 英国各个领域的企业正在积极地准备一场艰难的谈判 那么,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他们想要做的是什么 随着英国准备离开欧盟 当然了,还需要经过两年的谈判 首先是媒体方面 媒体担心失去单一市场准入 可能会使英国电影制片厂所获得的投资减少 电视公司也担心零售商的损失 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广告预算被削减 第二点就是农民 农民们害怕失去单一市场 以及增产面临着更高的关税 如果说这还不够的话 再加上有很多的劳动力都是来自欧盟的 所以他们可能很难找到足够的帮手 第三就是医疗保健 在英国有一些欧盟赞助的研究和开发项目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英国不会完全切断与欧盟医学机构之间的联系 并希望效仿挪威和冰岛那样达成类似的协议 接下来就是技术方面 相信在2009年到2015年年间 技术部门里每六个新员工当中就有一人来自欧盟 因此这是一个较大的问题 一些大公司例如亚马逊 建议在英国增加的新工作岗位多达一万个 但是这种情况会保持不变吗 许多其他行业也将会受到影响 我们将会关注这条漫漫长路上的每一步 为第50项条款所带来的风暴做好准备 以及会在未来两年里为您带来有关英国退优的持续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而明天我们还将会和您一起讨论有关英国退优的话题 再见